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通过预算并非支持调涨地价税 预政宜兰国民党批评把议员做小了 学校午餐酬宴一见不符合卫生标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蓝夏如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兰新闻 宜兰新会今天开议了地价税又沉的焦点 议长陈文昌质疑地价税决策过程有问题 要求县福进行了解并妥善处理 而对此县长林冲贤则表示说 只要是农地维持农用 绝对不会遵守地价税 他也强调如果民众如果还有疑虑 可以向税贡机关提出复查 议长陈文昌指出 为了维持税负公平 相信大多数的人都支持非农用的农地要课征地价税 不过这一次地价税的调整过程 出现许多不合理的现象 尤其是农地的部分 他质疑决策过程有问题 要求县长进行了解并妥善处理 第一次其实是这个政策的形象 基本上都没问题了 一家有办就没问题了 是要看这个也做成的办法 希望有些条件可以合理 多数人民多数人民 可以支持我们的改建 就是要税负公平 不要说是农地都在那里 建立了 结果是没有到 有到 有到 与论华人 验身载道 这 我感觉这个过程 过程 他结束的行程 跟我们知道 发到问题了 要处理 要税购出 这过一段时间 没问题了 就是政策面跟执行面 有问题 我感觉 结束的行程 到底 是怎样 我跟执行 那些有问题 我说一些 不管是 那些就被因了 这个要了解 这个要调查 这个要处理 对此县长林冲贤表示 递家税的调整是依照中央政策 每三年检讨一次 这一次一般建地的平均调幅是29.3% 非农用的农地则是237% 不过县长强调 只要农地维持农用 绝对不会克征地价税 如果农民认为县政府的认定有偏差 可以依法向税监机关提出复查 第一就是说 我们的地阶三年 调整检讨一次 所以地阶税 普遍 普遍的地阶税 就是因为 地段率 跟我们地阶的调整 水平是对中央的隔断来调整的 所以这有可能是一个变化 第一是农地没有農用的部分 变成要求到地阶税 结果相信 我们法令的保障是这样 农民的农地 是过去叫做叫田赋 叫山水 现在田赋免贞 也就是说 所有农地做农用 絕對不会去叫山水 农下 是怎么叫做农下 就是农民大的祖地 但是一般 你都因为 農地通过以后 农地自由买买 参数也自由买买 所以你只要保持原来 農地農用的精神 一个月如果把你抓不到 就是说你回到 你标准的使用農地 但是你如果農地 使用到隔壁的价格 就是骨处地的同样 当然你的税率要求到 价格的骨处地同样 当然我们这次 加价格的就是有营业的 你有做餐厅工程 那个部分我想 那说服公平了 这应该 当然 当然 可能我们的税件团 是通议去驾 大家如果感觉 有意想 就是说 跟平时不一样 我们都欢迎大家 拿出来 来向每一个税件团 拿签来试试 因为这是税团 不是法团 所以大家如果有疑问 都可以来试试 宜然秀文记者 赖福新采访报导 县议会 县议会国民党团 今天也召开了民进党 辅会两手策略的记者会 通批民进党欺负宪明 国民党团也指出 今年7月临时会当中 就有民进党团护航 县府调长地价税 如今却要装好人 呼吁宪明不要受骗了 民进党团也马上做出回应 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但是现在来说一个申诉电话 叫你来卡电的后 Us 这就是跟我们一般社会 相同等 人跟你拍一拍一个 拍到不然就叫救了 就叫救命 那就来抓去病院 这样叫做 大人加烤金 有心 不心 有心 他愿意欺骗这些审便 因爲我们大家都知道 贊心 起席的人 是民进党 國民黨反對去地價稅 房屋稅 這已經大家都知道了 大家都看得到 今年這個大會的時候 民進東團強力都要贊成增加低價稅 以人數這個優勢強行表決通過 我是希望管長 你如果可以懸崖勒馬 不要搞成一線兩制 絕對不行 他們又戲弄下去了 所以希望我們大家眼睛睜亮一點 要讓我們政府的地方都不用客氣 我們盡量讓我們打招來努力 希望管政府也應該要及時的悔悟 不要說堅持這樣的一個想法 地價稅還是房屋稅的領袖 我相信他是玩兩面手法 管政府他來領袖 這裡放到議會 這些議員說他不來幫他們解套 所以他們真的是玩兩面手法 我相信有很多不公布他的地價稅 在挑戰這邊 我希望我們所有民眾要知道 反對地車挑戰是我們這些議員 民進黨 國民黨我們這些議員 是民進黨在贊成的 現在他說我要來提出申訴 我有質疑 第一個 公務人員不法行為 再來 高雷人家去做好門嘛 普通一個的管議員 彈福山跟林釋明 也任委長議長出席民進黨的記者會 有違反議長必須維持中立的陷議 是我們在這裡 人們請議長 你請一請記者會 我請問你 你所有的是不是議員會出席 所有的中所是議員 是議員 是大家的 我一台出國政府的 你現在可以說出席民進黨團 謝謝 謝謝 好 都拜託 我們要去頂上 董博部 我出的議員會出席 生務專線 還要來用議員 還要來議員 我們不是議員嗎 你們這都可以接接嗎 你黨團不能接接嘛 不能用公會嘛 前對國民黨的質疑 民進黨團也招開記者回來反駁 黨團基礎 地價稅的稅執 與地方的建設有別的關係 如果散渡 強行影響到中央的保障款 才會擔任標關來通過 不過這不代表黨團 支持蓋地價稅的政策 這五千萬的財源 那是要作為 管政府的稅值財源 讓他們可以作為 政府中央政府 來建設我們議員官 中央政府的 中央政府的保障 那當時的財源 那個獨家減的醫生 這個事情如果沒有通過 他一樣可以以相關的 法律規定來協助 所以那是一個基本 行李如也行政程序而已 我希望五個 如果五個民進黨 基準出身這些所謂的議員當然 今天我們如果說 沒有通過這個議員 稅收的時候 他一樣 依照行政程序 我們可以 定收 所以說 整個這個費用 這個稅金 如果沒有通過 照收 收了之後 跟各國不可以使用 所以說 整個行政程序 在管政府手頭 並不是議員 可以決定 我們會通過 一個幾萬 這個議員 最主要是希望 我們可以有這個議員 來去配合 政策中央 將金買20個的經費 來讓地方處結識經費 所以說 民進黨團 並沒有 什麼通過 要調整 這個法案 民眾 如果是對於 外面的人在說 民進黨 支持管政府 其實現在 很簡單的一個方式 因為議會已經有 用視訊隨選 我們在 視訊隨選 裡面 去看 堅持處的會議 開會的結構 或是說 來議會 插議宿路 也都插得到 宜蘭聖記者 賺福音 插福報道 另外 在宜蘭縣議會 所發行的 《議政宜蘭》期刊 命容分為西北 還有西南 兩種版本 引起縣議員 黃定和的批評 認為縣議會 有分化議員之嫌 把議員做小樂 而對此議長 陳文昌還表示說 因為版面的關係 才會分為兩種版本 在發行 如果議員 有認為不妥 將會給改進 先議員黃定和指出 議員雖然來自不同選區 但是服務的對象都一樣 是全體的憲民 可是現議會所發行的 《議政宜蘭》期刊 內容卻分為西南和西北 兩種版本 不但有分化之前 也把議員給作小樂 連我們這個 議政議員一來 你也要去報派 為什麼 所有議員都要來注意 我們選出來 議員官官議員而已 後期中在分 分獲物的官議員 跟分獲物的官議員 獲物的官議員 獲物的官議員 就分這張 獲物的官議員 就分這張 獲物的官議員 就分這張 大家都不賣 你這兩張都要分這張 再來 你說一國兩制 不但兩制 一國三制 我們這裡有分 獲物獲物的官議員 這個一個 第二個 後面這三個 兩邊都有 三個議員 兩邊都有 這就是第二個 再來 議長府議長 你獲物獲物也都有 三個等分 你到底是要把我們 宜蘭管理會分化到什麼程度 對此議長陳文昌指出 因為版面的關係 才會將期刊分為兩種版本 如果議員認為不應該如此 並且認同現議會 發行期刊的做法 會在下一次發行的時候 予以改進 你如果說這樣來講 就是要選擇版面 你現在是考慮 版面很好 是這樣 你如果說 我們都要有 也有人不說 議員本來就要在這裏 幫忙 你又出了 在做 我告訴大家 就說出這個是好的 大家是支持的 你如果說版面 都要有 我們後面的改進 這點就要分析了 只是按反面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新採訪報導 宜蘭市五谷廟 嚴格說起來 有超過200年的歷史 因為空間不足 加上損壞的關係 廟方決定要拆除重建 卻有民眾認為 那具有歷史價值 向文化局來呈情 應該列為指定古蹟 而文化局也將在 11月6號舉行公廷會 聽取民眾的意見 宜蘭市五谷廟傳出 將拆除重建 有民眾認為 五谷廟具有歷史價值 而向文化局呈情 應指定為古蹟 來表達反對 因此文化局 從9月份開始 進行五谷廟的限開 與文史資料搜集 評估是否有列入討論的必要 市五谷廟是因為 在今年8月的時候 縣府這邊有接獲民眾 陳情 那就是說廟方 似乎有 有那個將這個 舊廟拆除重建的 一個計畫 那陳情民眾希望說 文化局能夠來介入去了解 那這個整個的狀況 那於是文化局在9月就 開始跟廟方接觸 去了解廟方整個一個重建的想法 那當然文化局著手在 整個廟的一個歷史文化的部分 也在做一些資料的匯整 那經過幾次的 9月經過幾次的溝通之後 那文化局就在10月 發動了那個文化資產的一個 指定程序 那我們文化局就帶著文資委員 到現場做了勘查 那也跟廟方去了解 那整個這個廟的一個 歷史文化的背景 因為贊成與反對 兩派意見都有 且五谷廟為公共場域 擁有廣大信徒 文化局11月6號 將在五谷廟舉行公聽會 邀請歷史空間審議委員 一起聽取民眾意見 這個文化資產指定的程序 我們目前是預定在11月6號 也就是這個禮拜天早上的9點半 在五谷廟要舉辦一個公聽會 那因為這個五谷廟這個場域 對宜蘭市甚至整個宜蘭縣來說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農業信仰的一個公共的場域 那它的一個拆或者是流 或者是說要作為一個文化資產的指定 文化局這邊都希望能夠讓更多的民眾的聲音能夠被聽見 那所以這個公聽會就是希望有這樣一個平台 讓各方的意見都能夠有更清楚的表達 那在之後我們送進去文化資產的審議委員會的大會的時候 讓這些委員能夠有一個更客觀還有專業的一個判斷 根據文化局初步調查 五谷廟已經有超過200年的歷史 要是依法指定為古蹟 公部門最多可補助9成的修繕經費 而公聽會之後 預計年底前會邀請審議委員共同討論 決定是否列為古蹟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漢從報導 而衛生局在今年9月份的時候 進行學校午餐還有食材的抽驗 共抽驗有35件 分為學校自設的廚房 還有團散工廠還有餐食 午餐食材原物料等等 檢驗的項目也有相當的多 結果有一件不符合衛生標準 也要求業者限期改善 從今年9月份開始 衛生局進行縣內學校午餐及食材抽驗 共抽驗了35件 分別為學校自設廚房 團散工廠餐食 及午餐食材原物料 檢驗項目有大腸桿菌 大腸桿菌群 金黃色葡桃球菌 仙人掌桿菌 防腐劑 殺菌劑等 檢驗結果發現 有一件不符合衛生標準 針對整個縣府現在啟動一個聯合機場的機制 我們會是按我們的季節性 那現在剛好9月份是學校的開學 所以我們排定這個由縣府的團隊 包括我們消保官還有我們教育處 農業處還有衛生單位 一起去針對學校的午餐做一些管理的工作 那這一次在我們衛生局的部分 是針對我們學校的餐食的部分 還有就是學生的加工的一些成品的食材原料 那我們主要做的檢驗在餐盒的部分 這些餐食是做針對衛生標準 例如一些大腸桿菌 大腸桿菌群 或是一些致病菌 例如葡萄球菌 或是仙人掌桿菌 那另外我們這些加工成品的部分 主要是驗一些防虎劑 或是殺菌劑的部分 那這35件裡面 這一次檢驗的結果裡面 我們的成品的部分 在一些添加物的部分都是符合規定的 那唯獨就是我們有一家的團餐公司 所供應的學生的餐食 有驗出來有大腸桿菌 那這個菌其實是一種指標菌 就是監測我們的製程 或是人員的衛生的部分 那是不是有受到一些污染 那我們在第一時間 也在學校的整個廚房的部分 協助他們做一些改善 那也在上個禮拜再完成復抽 檢驗結果都符合規定 衛生局提醒食品業者 承辦學校餐盒及午餐 應確實控管餐食品質 採用當地當季食材 如果採購肉品也應該選購 經過政府輔導驗證 取得CAS優良肉品標誌 或經衛生檢查合格的生鮮肉品 且製作烹調過程 應遵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規定 那其實在這裡要特別提醒 我們這些食品業者 當你來承接了這樣子 學校的午餐的工作 我想在整個 不管你的食材的原料選擇 當然農產品的部分 我們建議盡量還是選擇 我們當地或是當地的食材 那對於肉品部分 現在我們也是已經都規定 一定要選擇 CS優良的肉品 或是我們當地有衛生屠宰的 一些的生鮮的肉品 那對於其他包括加工品的部分 那也建議買來的這些東西 也一定要依規定 盡情驗收 那另外東西買來的之後 當然就要製作 那製作的部分 我們希望我們的除光 除了平常的教育訓練之外 最重要要符合我們食品良好 衛生規範準則的部分 去做這樣子的一個製程的 一個整個衛生的管理 衛生局表示 將會持續配合教育處辦理 校園午餐聯合積查 加強監督 維護學生在校用餐衛生安全 宜蘭新聞記者黃朱翰 從報道 來看一個社會案件 昨天10月31號 凌晨一點多的時候 宜蘭警方在梅州一路 還有大坡路 林建 超到一部圍艇的車輛 發現車上疑似有毒品 還有吸食器 車上的情侶兩人 自知無法隱瞞 所以交出了車上 16包的安非他命 還有1包的海若茵 全案也依照毒品 危害防治條例 移送法辦 駕車的柳星女子 因為圍庭經警方清查 車籍資料 發現車主有毒品前科 於是進一步上前盤查 發現車上有 毒品吸食器 而駕車的柳星女子 自知無法隱瞞 便交出車上 16包安非他命 與1包海若茵 你自己拿出來 我跟他追車 追車拿出來 我看 我追車來這裡 還有那裡 你還有殘渣 我就看到了 真的 見那個屋邊停車違規 有點心機可疑 所以查其車級 車主 是有毒品前科 主動攬查 盤查 然後同仁下車之後 駕駛是為女性 有性女選 對同仁在盤查之中 他就 有一點神色慌張 主動要跟同仁講說 要交付 要條件 同仁就 見起那個可能 常有偽禁品 對起車內查看 在副駕駛座的部分 在包包口 發現一次有 那個偽禁品 那個毒品的吸食器 隨便那個 柳星女選 自動交付 把他那個 偽禁品交付同仁 在經過善事之後 他才自動交付 然後同仁確定 那個包包內 有那個 毒品吸食器 阿非他命兩小包 警方表示 女子還試圖 向警方已供出 通緝犯的行蹤 作為交換條件 希望警方放他一碼 因為他 有性旅行 那券 可能事件 會敗露 想說提供 那個 同仁說 一個通緝犯 可以作為交換條件 那同仁是 不為所動 還是主動把他查去 而警方 除了持續追查 毒品來源之外 全案也依違反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將女子移送法辦 宜蘭新聞記者 黃竹 武漢怎麼不到 希望最後一起來關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氣狀況 明天天然地區是陰反在雨的天氣形態 降雨機率是60% 氣溫是19度到21度之間 接著的關心雨夜氣象 以上是今天的宜蘭新聞 我是蘭夏如 感謝你的收看 祝福一切平安順心 我們明天同時間再會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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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